暗影超夢首次登場 傳說暗影團體戰要來喔 就在明天5月26號到禮拜天的5月27號 就在禮拜六的早上10點到禮拜天的晚上8點 可以預見暗影團體戰 傳說暗影團體戰 暗影超夢喔 他的CP是54148 IV1238 其天氣加成2984 劍人數希望可以到7個人 但是你可以挑戰5個人還有3個人喔 我們要留下的暗影超夢 要2498 他的攻擊是1 防禦是15 HP是13 那他是一個超能力屬性的寶可夢 他的弱點是2 幽靈以及蟲 那在招式的部分呢 有念力以及精神利刃的小招 在特殊招式呢 有我們常用的精神擊破 以及破壞光線 暗影球 蒸氣彈 精神強念 10萬福特 噴射火焰 以及冰凍光束 這些的招式 你都常用哪一個小招 哪一個大招呢 在建議寶可夢的部分 阿姨建議大家可以使用 奇拉蒂娜的暗影爪 以及暗影潛襲 以及我們還有 三手二龍的咬住 以及狂物揮打 還有打克萊伊的大聲咆哮 以及二隻波動 我們也可以使用狐帕 他的驚嚇 以及暗影球 也可以用新登場的寶可夢 賽富豪 使用他的驚嚇 以及暗影球 當然啦 你也可以派出 你最喜歡的超夢 跟他硬碰硬 使用精神利刃 以及暗影球 就讓我們期待 即將來臨的 傳說暗影團體戰 暗影超夢